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本领到生活中去看看 看一看这些知识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哪些实际问题呢 首先让我们到文具店去买些学习用品吧 快看 好多商品啊 从这幅图中你都知道了什么 有的同学已经看到了 铅笔三元 笔带八元 橡皮二元 日记本七元 那你们知道笔带八元是什么意思吗 意思就是一个笔带的价钱是八元 真好 你能像这位同学一样完整地说出你发现的数学信息吗 一支铅笔的价钱是三元 一块橡皮的价钱是两元 一个日记本的价钱是七元 没错 通过观察同学们知道了一些文具的价钱 接着我们继续观察 接着我们继续观察 你又知道了什么呢 我知道了 问题是买三个笔带一共多少钱 买三个笔带一共多少钱 这个问题怎样解答呢 这么多信息 我们需要其中的哪些信息呢 想一想 你可以试着写一写 画一画 有想法了吗 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方法 想求买三个笔带多少钱 就要知道一个笔带多少钱 我在图中找了一下 发现一个笔带是八元 三个笔带就是三个八元 求几个笔带是多少 可以用乘法解决 八乘三等于二十四 也就是二十四元 说得多好啊 求几个笔带的核是多少时 可以用乘法来解决 八乘三 那计算时用哪句乘法口诀 就知道结果了呢 没错 三八二十四 所以八乘三等于二十四 单位名称圆 一共二十四元 从看图知道了什么 到选择信息进行画图分析 确定怎样解答 我们还要再回头看一看 解答的正确吗 如何检验一下我们的解答是否正确呢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吧 要求三个笔带的总钱数 就要用一个笔带的价钱八元 乘购买的个数 也就是八乘三 三八二十四 一共二十四元 看来我们解答的没有问题 同学们不仅验证了我们的解答是否正确 还找到了求总价钱的方法 你知道是什么吗 让我们再来试一试吧 如果要买五个笔带 你知道一共多少钱吗 一个笔带是八元 买五个笔带 就是五个八元 八乘五 五八四十 所以八乘五等于四十 一共四十元 那如果买六个呢 没错 可以用一个笔带的价钱八元 乘笔带的数量六 八乘六等于四十八 六八四十八 一共四十八元钱 那八个呢 对了 八乘八等于六十四 单位名称元 这个算式里有两个八 但是表示的意义却不同 一个八表示的是一个笔带的价钱八元 而另一个八表示的是买笔带的个数八个 现在你知道求总价钱的方法了吗 让我们来回顾刚刚的过程 你有什么发现吗 我发现都是买的笔带都是用八乘几 都是用八乘购买的数量 没错 大家真会观察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解决问题的过程 先通过观察 都可以用一个笔带的价钱乘买的个数 同学们 用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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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解答,一个日记本七元,买四个,就用七乘四,四七二十八,一共二十八元钱。 小红也有个问题,买八支铅笔,一共多少钱? 铅笔每支是三元,买八支铅笔就是三乘八等于二十四元,三八二十四,一共二十四元钱。 诶,我发现买八支铅笔是二十四元,买三个笔带也是二十四元,大家快看。 都是二十四元,用到的惩罚口诀都是三八二十四。 没错,同学们真会观察啊,那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我们可以画个图,买八支铅笔,意思是八个三元,求八个三是多少。 而买三个笔带,表示的是三个八元,求三个八是多少。 结果相同,而表示的意义却不同呢。 同学们,太棒了,你们可以根据图中的信息提出数学问题,还能选择合适的信息,正确地解答问题。 并通过,并通过画图的方式,分析成法算式的意义,真是太了不起了。 从文具店买卖学习用品,让我们一起出发,去公园游玩吧。 从图中,你能看到哪些数学信息? 公园的成人票每人八元,学生票每人四元。 还可以看到哪些信息呢? 没错,还可以看到我们要算一算,一共需要多少钱。 这次怎么算呢? 试着写一写,画一画吧。 想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除了弟弟外,其他人都要买门票,也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小红, 一共五个人,每张票八元,所以用八乘五等于四十,一共需要四十元钱。 我有个问题,成人票和学生票的价钱是不一样的,小红买学生票就可以,不用五张成人票。 哦,对,是这样的,四张成人票就可以。 可以,每张成人票八元,四张就是八乘四,还要再给小红买一张学生票,也就是四元。 所以八乘四再加上四,四八三十二,三十二加四等于三十六,一共要三十六元钱。 同学们真厉害,通过仔细阅读信息,与同伴交流,分析信息,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还有位同学是这么烈的算式? 你知道,八乘五等于四十,买五张成人票需要四十元钱,也就是把小红的学生票假设成了成人票,也就多算了四元,再把多算的这四元减去就可以了。 同学们真爱思考啊,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都成功地算出了一共需要多少钱。 接下来,让我们到公园的纪念品商店逛一逛吧。 纪念品商店里有非常漂亮的明信片。 小红去买明信片,每套有三张,每张三元。 买两套,一共多少钱? 试着写一写,画一画吧。 来听听大家的方法。 要想知道两套多少钱,就需要先知道一套多少钱。 一套里有三张,每张三元,也就是求三个三元是多少。 用三乘三等于九。 一套九元,买两套,就用九元乘买的套数二等于十八元。 所以买两套一共十八元。 我和他想的不太一样,我知道每张明信片是三元,再知道买的数量,也就是买了多少张就可以了。 一套明信片有三张,买两套,就是买两个三张。 二乘三等于六,也就是六张。 再用每张明信片的三元乘买的数量六张,就是三乘六等于十八,一共十八元。 同学们真是太棒了,你们思考的角度不同,但是都通过画图的方式分析出了数量之间的关系,成功地解决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快为自己鼓鼓掌吧! 好了,同学们,今天我们运用学过的成法知识,解决了生活中的很多问题,还通过画图的方式分析了数量之间的关系,知道了如何求一共需要的钱数。 具体的内容在数学书的第七十八页和第七十九页,相信你一定有很多收获吧! 感兴趣的同学,课后可以到生活中去找一找,在哪里还有类似的问题呢? 用你数学的眼光去观察一下吧!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